那一天我为了获得HIM的能力 向他献祭了100个村民的灵魂 我现在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HIM的力量 使用HIM的腐化成杖 能把这个世界都变成焦土 树木变成枯泣的黑药石 树叶变成紫色玻璃 然后使用这个枯萎咒语 我们就可以吸收附近500米内的弹灵甲 哦不 是500米内所有生物的灵魂 化为己用 让我快速回复生命和保时度 而这把HIM剑就厉害了 攻击力虽然比钻石剑高 比下界合金箭低 但是右键可以造成大面积的爆炸 伤害也非常的高 也是倾地图神器 不过这个特效有点简单了 就类似于发射TNT的那种感觉 对了HIM其实是可以飞的 看到这根羽毛了吗 我们右键就可以直接飞天 但是但是啊 落地的时候没有摔落保护 我们很容易直接摔死 旁边的那根雷电法杖 可以让我们发射出雷火电 效果也是非常的离谱 能够直接射穿地面 现在就让我来给这些愚蠢的村民 正义的天法 吃我五雷空顶 然后完美利用羽毛无伤落地 真爽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HIM的能力 对BOSS会产生什么效果吧 来吧小凋零 先吃我一发五雷空顶 过去啊 居然无伤这凋零免疫魔法攻击了嘛 那就用枯萎咒语吸取它的灵魂 呃 虽然它的身上确实出现了灵魂吸收的粒子特效 但是并没有扣血 不过我的攻击一不小心殃及吃鱼了 嗯 自灭意思上的 看来唯一能制裁凋零的 就只有这把HIM剑了 去死吧 凋零 哦吼 这凋零为了保命都跑到水里了 好惨啊 不过拜拜了你呢 送走 下一个 在墨地养老的小龙龙怎么可以放过呢 哇塞 这个雷电法杖清理墨影水晶真是太舒服了 几下子就清完了 试试看枯萎咒语的老龙有没有效果 也没有用 看来这龙也是免疫魔法攻击的 还是用剑吧 正好老龙回来蹲坑了 我们砍开一波 这龙呢 怎么突然消失了 是被我当专天猴放到天上去了吗 等一会看看情况吧 等了大概四五分钟吧 这老龙总算是飞回来了 本来我是想用墨影水晶试试看重新召唤 能不能把老龙弄出来 结果他自己突然现身了 那么这回继续上次失败的经验 他一飞我们就跟上去砍 诶 这龙死了还能被我砍到 理论上死了之后 应该飞下去爆炸的龙又被我们打回天上去了 真是太惨了 这后这个枯萎魔咒在怪多的地方是真的爽 尤其是在墨地这种地方 小黑意思就是一片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字幕 自行搜索下载体验呦 那么我是和墨影龙过不去的 不灵不灵灵姐 我们下期再见 白了个白 合成老阿阳也太简单了 我的分数轻轻松松就破钱了 这么easy的游戏 居然会把阿阳和裤子难倒 真是丢人丢大发 不过这游戏蛮好玩的 喜欢的朋友赶紧加入我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